嘿 大家好 导哥你好 大家好 又到了妮可看七哥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导哥呢 跟我们聊一聊国内外最近的一些灭共的进展 当然呢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郭先生的近况 艳平女士的近况 还有联盟的一些近况 那其实导哥刚才片头的这三个哈 我们看到有这个都是英文媒体的报道 有美国的 甚至还有印度的 其实我们知道刚刚在最近的这个金砖会议上呢 其实习近平是想这个拉拢这个金砖国的这些国家 包括印度啊 巴西 但是我看这个印度的这个报道也是 跟全球的英文媒体呢 他们都发现现在习近平呢 和中共处于一个内外交困 就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呢 都陷入一个困境 那就是导哥 就是像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就是最近就是这一两个月 我发现很多的主流的媒体 都在报道这方面的 那您刚才看了这三个片头的这些 英文的媒体报道有什么感觉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一个是中共国内的这个中国梦 习近平的中国梦跟国外的这个中国梦 国际这个媒体的这个中国梦都破裂了 所以说在内外交困 内部外部基本上对中国 对中共对共产党对习近平 都已经没有信心了 你无论是从政治经济 媒体宣传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 而且你越来越多的过去 可能在媒体上面还被掩盖遮盖的一些信息 到今天也都出来了 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不愿意提及大外宣 不愿意提及共产党在海外的这些渗透 现在也逐步逐步的会揭露出来 是 就刚才最后的那个第三个 就是CNBC也是属于 其实长期以来也是为中共的这个 所谓的什么共同富裕啊 这个中共唱赞歌的 他竟然也报道了这个 其实是中共政府策划的这个 网络的超限战 更有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从2019年就发现 中共有这么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然后但是现在是2023年 就等于过了四年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 美国的其实很多主流媒体 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 而是他们在选择什么时候 告诉人们真相在哪里 但是呢我们知道 从郭先生六年前就发起的爆料革命 其实在六年前就已经在告诉 无论是海内外的中国人 甚至是西方世界 都已经在把这个中共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超限战啊 网络超限战啊 甚至生化武器 就是这些东西呢 都就是提前好几年 都告诉给了全球的人 那其实我也发现哈 就刚才您又讲到 习近平的中国梦的破灭 在美国哈 我知道因为我在美国 大概二十多年 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哈 美国的主流媒体 尤其是华尔街 都是在这个吹捧着这个 就叫做中国梦啊 好像你要不去这个 中共国投资啊 好像就错失了一个 一辈子都不可能有的 最好的一个金矿的 投金矿的这个机会 但是呢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的很多主流媒体 包括英国的呢 都在报道 习近平这个中国梦的破灭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8月31日 在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的 这个呢就是说 在8月份呢 发现呢 这个外国投资者呢 在抛售中共国的股票 而且呢是创下 这个历史的新高 8月份一个月 西方人把他们手里的 中共国的这个股票抛售 就高达124亿美元 这是8月份的数字 国际金融机构的 首席的这个经济学家 其实像这种机构 以前都是说 这中共国怎么怎么好 但是他竟然下出这个结论 就投资者撤离中共呢 是因为中共这个 日益严重的独裁主义 所以您上周就讲的 习近平的中共国 中国梦的这个破灭呢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的主流媒体 也都在报道 对 那真正的发生的 或者说在背后 在撤资也好 或者说在彻底的移开 或者甚至部分的卖调 就像这个过去 我们看到的李嘉诚 还有很多的 我今天在很多网络上 也看到 有一些小的企业主 小的民营企业家 都在抛杀 甚至你看到 不是说实力很强的 这些小企业 他们都已经在甩卖 100万的 买了100万的车子 30万就卖掉了 为什么 就没有信心嘛 过去难以想 像你怎么可能 这么低价的 这么廉价的去卖呢 因为大家没有任何希望 所以不仅仅是 对经济没有希望 它对整个国家 中共国的体制 政治都没希望 才会这样子 是的 这个呢很有意思 这是南华早报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南华早报 应该算是 中共的一个大外宣 应该是 马云把他这个收购的 他也是在 8月24号 他竟然这个 以一种非常 耸人听闻的 一种标题 他是说是 全球资产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抛售中共国在 就是在岸的股票 而且引发了 9000亿美元的市值破坏 所以当时我看到 这个南华早报 也在报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现在一个 就是金融的风暴呢 正在席卷中国大陆 习近平的这个 所谓的 不光是 中国梦的破灭 他如果想 还要再给全世界 开药方式 这就是一个笑话 是吧 但是你回想看看 这个国际是在 多长时间之前 就说这个事情 在五六年前 就跟全世界 全世界在说 中国的经济 政治 企业 房地产 银行 被崩塌 到今天 有多少人 付出了这个代价 当时很多人 其实听了以后 第一不敢相信 第二更不敢 采取行动 所以现在看来呢 其实都有点晚了 是吧 已经很晚了 很多人完了 已经 但是聪明的 当初相信 郭县跟郭县 过去有合作 对他这个 各人的 金融各方面 都是非常认可的 这些的 那人家很早 以前就撤离了 是的 就像我简单 打个比方说 就像我们很多战友 当初信呢 郭县把房子卖掉了 换成美元出来 以后 今天不知道 大家投资乐 你今天 第一 你能不能卖掉 卖多少价格 你卖了以后 钱还能出来吗 对 这些都是问号 是 其实我真的知道 咱们就是 霸道革命 有很多战友 就是在几年前 他们一听到 郭县先生爆料 就赶快把什么上海啊 北京的房子都卖了 那时候还能卖一个 不错的价钱 对 然后那时候呢 出来也不是那么难 对 现在看来就是难上价 难上价 你换美元就换不出来 是 对 现在好像在国内里 很多大伙的钱 在战户上 还要受到监管 是吧 对 还有一个呢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 美国的商务部长呢 Gina Rimonto呢 他在北京和上海呢 连续四天进行访问 然后呢 他也说 他说 在这个中共国做生意的 很多的美国的企业 美国商会的那些成员 都有跟他抱怨 说现在中共国的环境 已经不适合投资者了 对 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Bloomberg 就是彭博社呢 大家也知道 其实彭博社的这个老板呢 就是Michael Bloomberg 其实他跟王岐山 也是很少的朋友 他以前说 黑暗社也是说 中共国怎么怎么好 但是现在 我看着这个彭博社呢 每天都在报道 唱衰中共的一个报道 这个呢 是8月8日的一个报道 那时候 在8月8日 他就开始说 今年呢 尤其是8月份呢 外国这个 直接投资中共国呢 已经创下25年的最低了 当然这个是反映经济方面 第二个 你从这些新闻当中 你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点 习往内斗 现在是 正是很火了的时候 对不对 王岐山还试图在反托 要控制 是 那其实这个中共的内斗呢 我们也从上次 就是秦刚的消失 还有火箭军的被清洗呢 很多这个外界都在猜测 是不是呢 中共又是以军队反腐的名义呢 其实进行一种 你死我活的一种争斗 那看来这个王岐山 还是没有死心啊 没有 而且他这个根深蒂固 他过去建立的在 从原来的姚依林一直到他手上 建立这个庞大的经济帝国 那他不仅是在国内控制金融 一直在海外 多深深蒂固 培植了多少 师生子 对啊 师生子情人 生子气 所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 海外的这些大外宣 海外的这些金融 华尔街 那王岐山到现在 他还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习近平在这一点呢 他还是对 王岐山还是很忌惮的 还是很害怕 所以还不能小看 王岐山今天 对啊 那有很多 其实外界也在就是猜测 上次那个金融五国的会议的时候 习近平在缺席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会议 所以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想 是不是他害怕暗杀 而且怕暗杀他的人呢 可能是他自己党内的人 是不是 他现在特别对自己的安全 是特别的警惕 所以你看他2013年 他出访了几次 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 应该就是只有一两次 一两次吧 我记得 他不仅是出来害怕 在国内也怕 你看他去哪里 几乎把整条街 整个城市都清空 是吧 就怕死点了 所以迟早一定很快就成为 这个七要塞斯库 七要塞斯库 七要塞斯库 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 美国就是最近的一些 在灭共方面的一些 政策的这个走向 其实很多人呢 都觉得 以前川普在白宫的时候 好像对中共是非常强硬 现在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发现 如果就是从这个政策的走向方面呢 其实现在的拜登政府呢 手一点也不软 有很多人讲这个 美国的两党 有一种钟摆的效应 其实这个说法呢 不完全正确 因为就是说 这个钟摆效应呢 只是在不涉及 国家安全和美国自身的 生存威胁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这个枪支管理啊 同性婚姻啊 或者是边界移民的问题上呢 美国这个有两党的 这种钟摆的效应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 如果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呢 都一致认为 中共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和自身生存的一个威胁 其实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 它的政策 都有一定的延续性 那我们就看一下 以前郭先生也有讲过 这个美国会在经济脱钩 金融脱钩 刚才我们讲的是金融脱钩 下面一个呢 就是一个科技的脱钩 那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呢 其实他也签署了一个 这个总统的这个执行令 他是就是严禁美国的 就是投资啊 去辅助中共国的一些 高科技的产业 其中就包括什么 量子这个计算啊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到就是 拜登其实他是对中共 还是手没有软 也不仅仅是说是拜登 只要是整个政府 整个这个白宫 或者说国会 对在这一点上的一个共识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呢 大家知道美国三权分立 刚刚我们谈到是 行政的这个branch 也就是白宫 那在国会这方面呢 尤其是在这个众议院 众议院呢 大家知道是最贴近 美国草根的 因为他是每两年选一次 其实在这个众议院 而且人数是最多的 他们其实呢 就是在美中 在1979年的 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呢 签了一个叫做 美中科技合作的一个协议呢 其实在6月27日呢 国会的有10个议员 都联名写信呢 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呢 在8月27号呢 每5年这个协议呢 都要进行一次评估 希望就说 今年美国不要再延续 跟中共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了 我们看一下 就这封信哈 其实它写得 非常非常的尖锐 拜登总统呢 和这个白宫呢 看到这封信以后的话 他决定没有像 以前一样 是自动的延续 而是说 再延这个半年 再看一下评估 我们看一下 这封信它讲得很清楚 中共它有这个 军民融合的政策 所以呢 这封信有提到 美国的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和中共气象局 合作开发的这个气球 后来被用作这个中共 弄这个气球 去监视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 然后还有这个 跟美国农业部呢 跟中共的农业部 合作的一个什么 卫星和无人机 其实将来也会被用作 中共去发展 它的这个军队的现代化 对美国的这个国防 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您看 就这封信 看来美国人终于醒了 虽然有点把 这也只能说 刚刚开始吧 它远远不够 对共产党 在这个西方国家 还有利用过去几十年的 在经济合作 各方面政治啊 教育科技 各方面的合作 当中来渗透 来这个剽窃 偷窃 在长时间的这个经营 在这一块 所以说没那么容易 这只是刚刚第一步 最简单的一步 那后面到底会怎么样 会深入到什么程度 那还要看美国政府 白宫跟这个国会的决心 跟共产党脱钩的这个决心 对吧 是 导哥您看在这封信的后面 他有讲到 就是说美国不可以再继续 给中共技术的支持 他说不要再停止 助长自我毁灭 对 所以他这个词是 我觉得看来 美国国会的议员 对中共的威胁认识的 还是蛮清楚的 他觉得继续 如果不脱钩 美国就是用自己的钱和技术 去让自己去毁灭 自杀性的 你从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你不仅是说在科技上面 你看这个病毒 疫苗各方面 是不是 全都是美国 水管技术 给共产党去研究这病毒 全是美国 对吧 所以这都是一个 这是今天如果说 他们能意识到这些 从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一个原理 是 所以你看一下 其实他这个签名是有十个 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而且他们大部分呢 都是国会 就是新成立的 一个叫针对中共的 一个委员会 他们的工作 每天就是想着 怎么样去灭工 怎么样就是从 立法和政策方面呢 去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我看到 就是这封信 还是起到了一个 正面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他们越早 能意识到 就是跟新东联邦合作 能更有利于 更加快 灭工的这个部分 我们最希望能 越早能看得越好 其实我看到 有很多议员 在接受媒体采访 或者在做国会听众的时候 他们的很多的 这个谈的一些中共的威胁 其实是来自于 爆料革命的 比如他有讲 美国的这个养老金 被用于这个投资 这个中共 其实我们知道 以前就是在前几年 有个当委会 是郭先生第一次 告诉这个当委会的 这个成员呢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这个联邦政府官员 甚至国会议员 甚至美国这个 海陆空三军的这些 这些人的养老金 被用来资助解放军的 军事的现代化 所以呢 还有当然 现在很多人都是 在这个中共 和不代表中国人 你这方面分得很清楚 我看他们在 在媒体上 都不再用中共 来代表中国人 对 所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多的这个 国会议员 越来越多的民间 媒体 这些团体 能够意思的 不管说 跟不跟新东联邦合作 但是 早一点越早认识的 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危害 对美国的危害 那这都是有利于灭共 是 其实您刚才就是 讲到 就是我 这些呢 让我想起 二三月份的时候 您带了这个战友 去国会山 其实我觉得 我们当时 大概见了五六十个 可能还不止 其实他们对新中国联邦 是很了解的 而且对我们的 这个灭共的理念啊 包括您当时 给他们的议员 送的一些 我们关于灭共的一些报告 他们都是很认真的看的 对 但我们非常有信心 迟早有一天 而且很快 包括从国会到民间 对新中国联邦的认可 你择任何的 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对吧 是 就像刚才那新闻节目里面 明明是针对 爆料革命 针对国县的 大外宣的宣传 他们也不会提 但未来一定会提 是吧 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媒体 越来越多的政客 越来越多的这种 民间的组织也好 都会提 因为实实在在 我们过去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可查的 可寻的 只要是抹不去的 是的 好 刚刚我们谈到的 是美国灾灭共方面的一些近况 下面我们就谈一谈 还有一个是最让习近平抓头 也是最让中共抓狂的 就是台湾的问题 我们看看拜登总统 以及美国现任政府 是怎么样做的 我们看到上周二 国会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 首次就是把国家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在这种框架的下面 给台湾正式向台湾提供 军备资金 总额是八千万美元 所以我看到 在媒体报道的时候 特别强调 其实这个拨款 它的框架 是把台湾作为一个 主权国家来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金额不太 但政治意义很大 是的 而且我相信 这接下来不仅仅是美国 美国力度越来越大 对台湾的这个 无论是经济 军事各方面的支持 技术方面 还有一个对它 一个保护 其他包括美国之外 欧洲的国家 亚洲的国家 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都会加入进来 因为台湾 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不大 它的政治意义很大 是什么呢 它就是西方文明世界 跟中共的极权世界 它那个交 一个斗争 一个贪斗 在这个地方 对 而且我们知道 在台湾的2300万呢 其实它跟我们 在大陆的华人呢 是同根同源 我们有共同的祖先 共同的文字 还有呢 还有我们以前的 传统文化是一样的 只不过后来 中共国经过 这个文化大革命 三反五反 很多的传统的文化 和价值观 被中共给毁灭了 所以我知道呢 其实很多人 大陆人 第一次去到台湾的时候 觉得很亲切 觉得就那边的人情味啊 风土 人情 跟我们中国人 其实重视家庭啊 都是很 让我们有一种 久违的亲切感吧 好 下面一个呢 我们再谈一谈 刚才美国在政策 这个方面 还有在台湾的这方面 还有呢 就是在媒体的方面 我们还看到呢 最近哪 美国国会的议员呢 他们也是 就是去美国的 这个中西部呢 并不是两岸 那种大城市 他们去 米尼索特 还有 爱荷华州呢 就是美国的 一个农业州 土豆啊 什么就是 然后米尼索特呢 是农业的 他们也是 就是召开了 原桌会议 我看到很多 媒体都有报道 就是美国的工人 和农民 都在参加 原桌会议的讨论 讨论呢 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 他们的这个 就是经营的 无论是农业啊 还是就是 重工业的 这个制造业呢 怎么样受到 这个中共的 这种侵略 让他们失去了 工作也好啊 或者是失去了 这个产业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现在国会 是不是就是在美国 制造很多的民意 现在都跑到 偏远的地区 让美国的农民和工人 也加入 涅共的这个 原桌的会议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的 但是它不仅仅是说 这个政府它需要民意 而是说它实实在在 共产党对美国 这些国家 它确实是从 最根本的 这些底层 有就有影响 你不仅仅是说 这个土豆或者 你像买农田 这不就是 普通农民的田吗 对不对 对这个很多的 老百姓 美国普通人失业 还有芬太尼 对年轻人的这个伤害 它不是说政府 它都是普通老百姓 家的孩子 普通老百姓的田 普通老百姓的工作机会 是的 是吧 它就跟 已经是影响到 很严重的地位 所以迟早有一天 它从下到上 从两边 两岸到中间 从南到北 都是一样 是的 所以就像您讲的 其实中共对美国的危害 不光是国家安全 还有民生问题 那我们看到 明年是美国 2027年的总统大选 那我们看到 就是在前几天 美国那个共和党 这个竞选人 有一个 他们就是谈到 其实每一个人 他们都被问到 你觉得美国现在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不约而同 就是说民生的问题 就是经济的问题 那美国的经济 是被谁托垮的 那就是中共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美国无论从这个民意 还是政府 无论是两党 其实在对中共的认识 和灭共的方面 他们是没有分歧的 对 而且你引领的大选 我相信越走到最后 越会体现出来 在灭共这个方向上 越坚定 越可能会被当选 那是一定的 是的 我也是看到 很多的美国的选民 他们也是在看 竞选人之间的辩论的时候 对中共的问题 他们就是很看重的 如果你要是对中共 下手不够狠 他们觉得 这个人不足以保护 我的这个孩子 将来是不是能 继续生活在一个 有美国梦的一个 自由的社会 所以这个灭共的问题 也是明年 这个总统大选年的 一个看点 那还有一个呢 关于这个中共的网络 超限战 以前郭先生 他有讲过 他说的 以前就是他在这个推特上 有上亿的人看 包括在油管 他说都是去掉 很多很多零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这是有点夸张了 就说是吗 这个数字 能被压得这么厉害吗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到 就是2019年 脸书 现在叫Meta 他们从2019年呢 他们就是做的一个 安全方面的研究报告 就发现 中共确实动用了 国家级的力量 竟然就是搞了 7000多个账号 他们针对什么呢 针对的就是郭文贵先生 当然还有这个班农先生 还有战斗士 还有关于这个香港的 香港的民众争取自由啊 包括还有就是 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从斯坦福的 这个大学的 一个研究报告 和这个Meta 其实都是一样子的 都发现中共呢 利用国家级的力量 就是想黑国金社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 自己去看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报道 给大家看一下 中文贵先生 请问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其实这个小视频呢 在推特上一天之内呢 就有130万人 观看链 然后点赞转发都是上万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CNBC他的报道里面 他还是没有提这个 这个中共网军针对的这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郭江 然后还有班农先生 还有战斗士 所以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 2019年的一个关于中共网军 针对郭先生的一个 就是黑客的一个报道 这个是一个PDF的文件 请导播给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报道呢 它也是就是中共呢 是用国家的力量 而且呢 它是针对郭先生在推特 在油管 尤其是在联系这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杂锅和黑锅的这种 这种在网络上的 一直都没少 那其实我们都这个 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这是中共国家级的 一个力量的 其实它这个报道 只能说是冰上一脚吧 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共国 对爆料革命 对新农联邦 对这个灭攻的群体 灭攻的人士 它的攻击可是立体 它不是说通过一个 通过一个几千个账号 在推特上面来攻击你 或者说宣传你的负面报道 它是它是立体式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黑客 它动用这些黑客来 黑客我们的这个这个账号 黑客我们的网站 黑客这个修改郭先生 或者说我们过去很多直播的这个数据 然后关注量 你像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郭先生的账号 你像那个郭美的账号 那个到现在还是只有一万多人 就几乎没变 对那个修改 对对 几乎没变 就还是那么 你想它的账号怎么可能就只只有一万多人 关注 然后很多的这个 我们联盟的这些账号 都是一样都被控制 那你再看看 比如说像曼哈顿 那个警察局 那些人的工作是干什么的 那就是监控这个 就是针对暴露革命 说到这个纽约和曼哈顿 就是上次节目 我们提到那个安全中 它是山东同乡会的 现在被美国政府呢 指控为这个 为中共当这个外国代理员 这个人他也是 就上次您有爆料 他还跟踪过您是吧 对 他主要就是针对暴露革命 针对郭先生 对 所以你想想它是立体式 它不是说只是一种方式 我们再看这些网络上 大家可能经常会关注的 这些伪类亲民者 它不仅就那几个 那黄河边啊 还有那几个 不是那几个 那有很多账号 跟那几百几千 几万个账号在跟着 你说暴露革命 动了他们是什么男的 这是骗了谁啊 你单凯你看看 你看你看你的 过去认识的这些朋友 如果说跟他本人 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的时候 有几个人会这样子 这么常年累月的 来攻击另外一个 跟你完全不相似的人 也跟你没有利益关系 也没有骗过你的人 那唯一的证实 就是这帮人拿了钱干活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分配的 任务跟工作 他们以此为生 在黄河边 像这些伪类亲人贼 这些人 是吧 那你网络媒体上 要你黄河边 是吧 西斯诺 他的都已经被列入 这个 美国这个 研究机构的报告了 今天他还回 这个媒体上面 孩子天天都不闹 还在攻击报道革命 那何止他一个 对吧 太多了 他们这帮人 这些人都是靠 报道革命为生 没有报道革命 我觉得他们饭没得吃 是吧 他会讲到这个中共 它这个是 这个在社交媒体上 搞的这种网络战呢 它是全方位的 然后竟然把这个 这些我们大家熟悉的人 都在这个脸 对啊 你像那个黑客过去 也是对老的GTV黑客 博米迪 还有对盖特啊 包括像金日 我记得有一天 也应该是就今年年初的 有一天 光一个小时 共产党发布 这黑客对金日 是就上 上亿啊 对上亿子的黑客 那为什么这么 金日只是发布了一些文章 只是发布了一些 有关灭共的这些文章 他们就害怕了这种程度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郭先生和爆料革命呢 不是中共的敌人的话 那中共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去抹黑他 甚至就是把 让他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就是噤声呢 对 如果像伟类宣传 过早期宣传的什么 郭先生是跟 是跟中共是有关联的 那何必中共还要动用这些力量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 他们都是拿着任务去 去照牢 去抹黑 是的 好 那刚才讲的是美国的一些这个境况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再谈谈就是墙内的一些期望 其实就是在中国 就刚才你又讲过 现在这个经济很不好 也是就是大家司空见惯呢 是经营很久的一些企业啊 或者商业 现在都被迫 被关闭了 对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也是我看在网上 很多人就在 在上海呢 陪伴这个上海居民 三十多年的 这个百货店 也不得不关张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 现在很多墙内的信息 都传出来了 真的 看了以后还是蛮痛心的 因为这是在上海 这么大一个城市 大家都知道 上海是代表 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 而且我看到这个是 它其实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mall 我看着有 还有香奈儿啊 还有国外的一些 很奢侈的品牌 都在这个里面 那您觉得像 这种上海这么大 中国最繁荣的城市 为什么也会出现 这一幕非常让人心痛的 对你刚才说的 这个地方我还去过 去过这个地方 对这也是很好的 一个商场 然后其实这也是 你说在上海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中国目前经济的一个说 你说这个这么好的 一个这么长的 这么长时间经营的 一个商场它被关 是这个里面员工的问题吗 是大家不够专业吗 还是说这里面的品牌 不够好啊 它在里面三十年了 对在三十年 是被马百姓上海人 是接受的 是认可 是愿意去消费的 但现在照着这样的结局 那不是某个人 某个职员的问题 它是整个这个经济 中共的经济 还有政策 各方面的问题 是体制的问题 是背后的 真正掌权者的 这些人的问题 那它是一个企业关闭 不是一个企业 是太多的企业 民营企业 这些商场 或者说很多的一些 这个游乐场 它都在关闭 那你说是这些企业主不行 是他们的经营能力不行 它经营了几十年 怎么能行 或者说经营了十几年 都很好 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这个工商场 体制的问题 内外交困 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老百姓有钱 这个商场关闭 不代表上海人 手里就没有钱 它是有钱不敢消费 所以是这个消费者的 信心指数 对没有信心去消费 因为你不知道 未来的不确定新饰品 对有点是这些商场 过去你只要收入稳定 只要经济很稳定的话 那它对未来是可期的 它就敢去消费 以前我看过一份报告 就说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 买这个奢品 是买的最多的 对买的 就是前些年 不仅是买 不仅是消费能力是很高 第二个 实际上中国人的存款率 就是存款 其实比率是很高的 是的 对但是现在这些商场 这些老百姓 也不敢买 也不敢去消费 是因为它未来 它没有不确定性 或者说风险很大 它没有 看不到希望 它今天消费了以后 可能意味着明天 就没有面包吃了 是 而且尤其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就是墙内的年轻人 失业率非常高到 就是说 就统地局不敢统计数字 那我们知道 年轻人它是内需 和消费 而且这种奢侈品 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 时尚的品牌 如果年轻人要么躺平 要么找个工作 我听到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是不结婚 不生孩子 因为结不起婚 生不起孩子 所以现在 就是在这个生存情况 都遭到威胁情况下 谁还有钱去买这种 香奈儿 或者是路易卫登的奢侈品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是什么 就是风力前崩塌 对 你想现在在上海 或者在这些主要城市 有几个家庭 有几个人不受 房产贷款的签资 现在有很多人 把房子都不要了 就零赠送 赠送没别人去 就没钱还贷 然后再加上 很多房地产企业 就直接去工 所以你想 谁还敢去消费 那边银行的贷款还没管 还拿下贷款 然后后面收入都跟不上 对吧 失业 有人失业 或者全家都失业 所以这个结局 未来只会比现在更残 比现在更残酷 就老百姓的苦乐 真的还没到 那在相比之下 像他们那些盗国贼 早就把钱 什么 什么 小三全部都在 然后他们说 让中国人去吃草 他们自己在海外 早就有房有地 所以希望有更多 这种情况就是灾难的发生 如果说没有唤醒起 老百姓的这个觉醒的话 那是太可惜了 如果是能让更多的老百姓 觉醒起来 能起来反抗 那我觉得这样的灾难 只是值得的 是吧 虽然就是有点晚 never too late 然后就在 这个中国经济 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我看到就是最近 这个就在9月1号 中共不是推出了一个 新的一个叫做反界点访 就是全民抓间谍 然后昨天就是在重庆 就开始试点了 所以这个我就在想 这个抓间谍 其实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谁反中国 谁就是间谍 我看到这个 就是在网上疯传的一张 就是说海归 就是你要是 就大家就是邻居们 都要举行组织 所有的市民 去学习这个反界点法 你说中国的老百姓 现在这个吃饭 或者是住房 结婚生孩子 都生不起 也结不起婚 现在就为什么要去 这个间谍法 还要去报告 海归回来的人呢 您看这个有什么感触吗 这个实际上就是回到了几十年前 以前也是一样的 连父母都举报 连亲属啊 朋友都要举报 更是你那时候 比如说几十年前的时候 你要家里有一个什么美国的亲戚 或者台湾的亲戚的时候 那你都是对象 都是被举报的对象 都是被盯着的对象 现在也是一样的 这样比如说 这些报道革命的在人要回去 你就是留学生 就过去在海外的小粉红的留学生 你现在回去试试 对马上你要 就报告好了 现在你在海外留学还没回去的 你得要跟社区去报告 那他们就是把你当成一个重点对象 你不仅仅是说你反共 你在国内反共 在海外反共是对象 就是宣传一点 西方国家的好多不行 你都是被盯在的对象 或者说是吃日本的海鲜 这也可以会构成一个特务作业 早几年说美国的空气是甜的 都是罪严 对 是吧 在未来只会比这个更残酷 更严厉 所以你像现在在海外的留学生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从这些 这个可不是报道革命说 逼着你去相信的 这实在都放在这边 不管你是亲共还是说反共的 你就可以看到 等你以后回去了以后 结果就是这样 你以前曾经在海外留学 都是一条罪 跟比如说你家里有个 在海外的一个亲戚 或者是家庭成员在 是吧 是 然后同时 导哥 我也在想 为什么要搞这个全民 来学反间谍法 因为他是不是担心 全国人民都在反共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们在西方和自由民主的国家 很少说是 强迫所有的公民 去学习反间谍法 因为这个反间谍 是国家情报机构 他们的工作 这个跟一般的老百姓 有什么关系 那现在看来 中共做的这个 就让人不禁想到 它是不是很内虚 就拉仇恨 利用这种民族的这种自尊心也好 然后你像那个海鲜 日本的海鲜 对排那个福岛 就是排这个排水是吧 处理水 就利用这些东西来形成对比 这就是中国这个共产党希望你的 每天都是宣传 来让你内斗 然后调起这个民族仇恨 调起跟海外的这个仇恨 让你没有其他时间去思考民族 你知道吗 没有那时间让你去思考文明 是什么样的 让你没有机会去了解 真正的美国 真正的日本 真正的海外这些西方国家 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系 对 是啊 所以这个全民抓间谍 就在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新闻上 就有一个台商 他叫做李孟居 他其实在这个中国大陆做生意 结果呢 就被指控为间谍 但是到底他干了什么事 就成了这个间谍 然后四年以后呢 现在他获得自由返回台湾 我们看一下他回到台湾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很高兴啊 然后也就有见相情绪的感觉 所以我刚刚就 很自然就亲吻自由的土地 对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要 多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然后我觉得我也要给 中国大陆政府一句话 爱和平包容沟通 这件事就顺其自然吧 我最怪兴的是我的家人 我要赶快跟我家人见面 其他他们什么什么威胁啊 或者他们在想什么 这已经不是我的事情 我已经踏上自由的土地了 已经在呼吸自由的空气 他也管不到我了 这样子 那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守护自己 脚下这块自由的土地 尤其他们现在反间谍法实施 任何一个人都肯定得 他们心里所谓的间谍 比如说我的例子就是 我就是这两个团队 就变得台湾这样子 可以给他 给我的国文同胞罪的借气 像我就是一副小心 自由就失去了 我想告诉大家 自由就像空气一样 只有你在自行的时候 才会觉得自由的可贵 才会珍惜他这样子 哇 刚刚看到他是怎么样 被指控为间谍 觉得有点像非色优 有点太可笑了 对 但是一点在中国大陆 现在或者过去 那可不可笑 就是因为这一简单的一句话 一个行为可能就给你定了一个罪 甚至你连定罪的机会都没有 就消失了 是 那其实我们上周也谈到 有一个台商 就他也是在中国大陆 做生意很多年 而且听说 其实他一开始 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 还有一些误解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这个台商呢 他自己通过亲身在中国国的体验 他会知道 就是一百多万的台商在中国大陆 其实我觉得买的都是一个教训 对 是 好 下面一个呢 我们还有看到这个习近平 他这是内政外交陷入一个窘境 通过什么话呢 他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呢 那就是洗脑 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国在给我推出一个叫做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 一个叫做 我管它叫做洗脑的这个法 而且呢 最可笑的是什么 导哥 他要把这个 这个洗脑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 推广到澳门啊 就是香港 台湾 还有海外华人 我就说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 好不容易逃离了这个魔掌 然后呢 如果再见他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话 很可能就像 美国加州的那两个年轻的这个中国人 他们在海军服役 他也是觉得 哦 我这是爱国啊 我这是给主要就是拍两张相片 拿个五千块钱 祖国还裹 然后回去以后可能这个 锦衣 律食 那不是就这种东西 不是把海外华人都给害了吗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咱们这个反宣传有多重要 就把共产党 共产党的这些做这些事情 这些宣传也好 媒体也好 这些类的在海外的这渗透也好 要让更多人们看到 看到了这个本子 你这样子才能真正帮到 在未来在极端的情况下 对海外华人的那个保护 就让海外的这个其他国家 政府也好 咱们这些人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 跟他们跟抓到的这些 中共安排的这些间谍是不一样的 是的 好 刚才说了这么多 这个墙内外的情况 我们还是回到大家最关心的 每次这个节目呢 就是墙内外呢 都是有很多的战友 还有支持爆料革命人 最想知道就是郭先生的情况 还有就是燕萍女士的这个情况 那先说郭先生的情况 我们看到昨天 就是郭美有发了一个概文 我们知道每次郭美呢 都是有跟大家分享 他去看到郭先生的这个情况 我们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郭美的这个概文 一般两个星期一次 他们就去看他 对 这个郭美的概文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说 郭美有讲到 每一次他都看到 郭先生的精神状态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这时候 郭先生想着战友 他觉得 就是他对战友的这个描述 我觉得跟以前又有所不同 以前他在歌曲里面 是用这个凤青黄 用这种来表达 他跟战友之间的这种感情 那现在就看到说是感受到战友对他的思念呢 和问候和爱呢 就像黑夜里那造钻石和太阳一样的光 就是您是属于跟随郭先生 算是跟得特别早的 而且一直呢 就是跟郭先生这个接触比较多 您对这个这句话有什么感触 看到这句话呢 就讲得很真实 就可能 也可能说 如果说 不是很早以前去接触过来鬼面 或者说跟郭先生有相识的话 可能不一定有那么深的 像我们跟着时间比较长 然后又 而且经常又会见面的时候 就会更能理解 他跟这个战友之间 对这个感情 跟战友的这种关系 对战友的这种包容 那是真真实实的 不是说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 墙内的也好 墙外的也好 很多都是表面的虚假的 他是很真实的 你包括就像他在 我了解到 像在这个MDC 跟里边的人 跟警察 或者跟其他人 他的交往都是很真实的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 不是说因为他有钱 是吧 你再有钱 你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现在都已经身体破产了 你在那个地方 还有什么可言呢 但是他就是用这种真诚 去打动别人 就让别人 从内心去尊重 不仅仅是因为 咱们跟着郭先生 去干成了一个伟大的事情 老实说人家真正呢 佩服他的 尊重他的 他是他的一个 文革的妹子 是的 假如说以前有很多人 就说 哎呀 因为郭先生 他以前很有钱嘛 亿万富翁 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 是不因为利益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郭先生申请破产了 然后呢 他又在经历 这个场合 就是以前 人人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磨难 他在监狱里面跟他说 来自这个文化生活背景完全就不一样的这些育友 其实都是跟郭先生接触以后 我们知道他都是非常喜欢这个人 对 他是一种人性上的一种相通 我觉得就这一点也是很多人选择跟随郭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对吧 对 那肯定是 你到哪里 不管就是一个人 他有能格魅力 有这个魄力 其实到哪里做什么都能展现出 到哪里都受欢 对吧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有少 有一些人是一样的 不可能不是大 就有一些人 就到哪里都会能结识很多的朋友 到哪里都能建立一个团队 到哪里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是一样的道理 那国家更省 觉得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这个优势 更多的优点 让别人能感受到 而且最关键的他是真诚 他们他不会去骗人 他不会去骗人 不是不是说过欺骗战友 他普通人他也不欺骗 他也是真诚 那你知道这个 男和男之间 他用真诚真心去交往的时候 没有人不愿意去交往 是的 那最近我看到就是说 就这两天 有很多的法庭的文件 那其中最重要的 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郭先生的首席律师 就是刑事案的律师 叫Seed 他在8月30日 南区法院发了一个动议 然后这里面 其实我看了一下 其实他去challenge了 郭先生在过去 这个破产案当中的 这个法庭做了很多 他认为是违反郭先生 宪法赋予权利的一些 一个事情 我们给大家 就看一下这个 这个法庭文件里面 大概的内容 总之呢 就这个法庭文件呢 是 是说 能是破产案那边呢 要暂停 因为他说如果不 他的这个破产案的 这个程序呢 已经是威胁到 郭先生的很多的权利 其中有包括呢 他的这个第五修正案 是自我保护的权利 还有一个那个Bready的 就是获得就是 试罪的这个证据的权利 同时呢 对他就是在刑事案的 就这方面呢 会造成很多的侵权行为 这个这个法庭文件就指出呢 在破产案的这个程序当中呢 Luke呢 其实跟这个政府这方面 已经开始合作了 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 对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文件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一些重点给划出来 首先呢 他一开始就讲到呢 是有两个 就是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个第一页 他就讲到呢 郭先生呢 就是作为刑事案中的被告呢 他享受两个最重要的权利 一个呢 就是他不可以自己认罪 对吧 就是说 他有这个Bready的权利 就是说获得 让他自己能够试罪的 这么一个证据 下面就讲到 在破产案的程序 等等这个Trustee呢 他做的很多事 就是已经违反了 郭先生的这两个权利 然后尤其是讲到 这个对Mawa基地的处理 他有讲到这个 就是剥夺了 因为郭先生的律师呢 就是有讲到 这个Mawa的基地呢 在刑事案中呢 是一个 它属于刑事案的 然后现在刑事案这边 还没开始庭审 那边就已经把它给处理了 而且处理的过程呢 是这个Trustee呢 是用了这个FBI 在3月15日去搜查的 这些相片 这个Trustee呢 也把他自己呢 这个Mawa呢 把他的结论呢 告诉给了 然后政府就同意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 把这个事情就处理了 然后很快就要收 所以呢 这个里面就是讲到 政府和Trustee呢 一直都在后面 有互相的联手 对付郭先生 然后呢 其实这个行为呢 已经是阻碍了 郭先生为自己 就辩护的一个 共用的这个权利 那导哥就说 您看了这个文件以后 我突然就觉得 以前的破产案 有很多是 就是被这个 现在的律师 是认为侵权行为 实际上你看 从这个报告 我看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 这个动眼 是里面的内容 是非常强的 然后当然也体现出来 我们新的这个 郭先生的新的律师团队 敏锐 对 敏锐 比过去的这个团队 他的这个能力 实力各方面 是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实际上 他提到了很多人 那就我们可以说 你比如说 SFARL 你比如说 那个基地 郭先生的这个刑事案 里面 它都是一个 这里面的一些 你说是证据也好 或者标题也好 或者说什么 你都是在刑事案里面 是一个这么一个 你说它是 他说是一个 对 是一个证据 它有利的证据 你不得吗 你已经在处理 已经在做决定 已经在做了 那你到底是 以哪个为主 对吧 然后这个律师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SFARL 你看 他被烧火火烧了 所以这种都没有 这个原因 都还没搞清楚 你现在SFARL 你要收走 你要卖 你要干什么 你在干嘛 对不对 我相信现在的这个律师 他看得很清楚 是吧 所以就是这个法庭文 就是希望 能够终止 Trustee现在进行的 这种破产案的程序 然后能够允许 郭先生的律师 能够 就是不受该扰的 能够进到这个基地里面去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基地的本身 它是对郭先生 有利的一个证据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他这一点 也是提的非常好 基地在刑事案中 当时的政府是认为 这个是一个刑事案 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刑事案 还没开始庭审 就把它给处理了 那些这些卖了这个基地的钱 全都是为了Trustee的律师费 对 那真正的那些所谓的 对吧 如果说是刑事案 如果确定是有罪的话 这个基地卖了以后 这个钱是要给所谓的受害者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都不存在了 就是说卫省先订队了 所以这个的话 我律师呢 他也是点到这个问题 是很不合理的 而且未来你在基地 或者说18楼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这种证据当中 有多少会涉及到 涉及到这个 国县的这个刑事案当中 有可能它是一个证据 更有利的证据 有可能你18楼里面 会不会有利于 国县的案子的证据呢 现在这一把火烧了就没有了 如果这个基地 然后再被卖的话 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 就是即使有证据的话 我们也拿不到了 是吧 所以这个律师 我们看了他这个文件 其实大家可以 我希望大家去 好好研究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里面很多的点 是非常有作用的 那其实导哥 就是对于像我们这样 这个外行人 我们就是 虽然是外行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庭 两个不同的案子 那怎么这个Trustee 就跟政府那边 就已经开始密切合作 就把一个 还没有就是定论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资产 马上就匆匆的 就要去卖掉任 他现在催得非常非常紧了 步步的紧逼 所以我看到这个 郭先生的律师就讲到 这个其实是侵犯了 郭先生的那个Bready的权利 因为这个是对郭先生 试罪呢 是重要的证据 那如果把这个证据都销毁的话 可能就像18楼那把火 就没有 对 所以我们不去猜测 为什么这个Trustee跟政府 会实际上的背后去去勾兑 但是我相信 律师团肯定是意识到这些问题 未来也会挑战它的合法性 对吧 这我想对 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 对国县不利 但是这个事情揭露出来 对国县是有利的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律师在文件中提到呢 就是那个SE那个案件 政府就知道要暂停 对 但是为什么 这个呢 就没有暂停 而且不但没有暂停 政府还 他说叫selectively 就是说有选择性的去支持它 去帮助它 所以这些问题也是很耐人寻味 你看那个一个时间点 315那天 国县从18楼被带走 中午被带走 下午 trustee就进去了 也不仅仅这个 其实我们看到 你看那个 包括这个 我听说上一次 你像郭美去到那个法庭 做deposition的时候 我听说连律师都是很迟 才知道这个时间 但是委内都准时倒停 我们都不知道 委内都准时倒停 所以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发生 这些一定会被揭露 为什么委内 为什么西斯诺那么准时 那么准确的倒停 是吧 是 还有一个呢 我就看到就是 郭先生律师呢 在这个法庭文件里面 他还有提到 就是说 之前的那个破产案的 这个trustee呢 他侵犯了郭先生的 这个pritch 就是郭先生和他自己 以前的很多的律师呢 这个客户和代理律师之间 有一种 就是互相信任 所以他这个很多的 机密的信息 他的律师是知道的 但是后来呢 这个trustee呢 他给这个郭先生之前的 多个律师呢 有发传票 他们就 让郭先生的这些律师呢 就是传票来制证 所以呢 郭先生的律师呢 认为这个已经破坏了 郭先生的和他的律师之间的 就是 那就是他的一个privilege 一个特权 因为这些律师 你说被制证的时候 他要说的话 等于是泄露了 他跟郭先生之间 享受法律保护的 一种特权的信息 但是现在都被陆克 给拿去 郭先生的律师还讲 不但是拿去以后呢 这个陆克呢 他现在跟政府之间 还有一个幕后的 合作的关系 所以他的刑事 按这边就没法打了 因为还没开始辩护呢 很多他就是政府 还不应该知道的信息 现在都被陆克 都已经给 给递交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是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所以随着时间往后推移 就很多事情都会出来 都会 都会 揭露出来 当然这个就是很有利的 有利的方面 就是我们回头 我相信律师他会继续审视 每一个点 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是不是这里边有很多的 这个程序上面的不公正 是吧 是 那看到其实他提的这些问题呢 都是程序上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 这个C的律师呢 他有讲到 说在这个破产法庭当中 是说有很多做的决定 其实是没有保护 郭先生的权利 然后呢 还有就是政府这边呢 他选择把这个315的 那些相片提供给 他们也是 治郭先生就是权利于不顾 所以我看到这个律师 真的是站在这个客户的 这个 而且你说的这个相片 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 你经常在破产法院 把那个郭美还有 这个 不是郭美 这个 家庭里面是什么照片 像那些照片都是 私人的信息很隐蔽的 而且这个 Justy肯定是知道 他们很注重这些信息的 这方面 但他们都是先发出去 然后后面才发一个动议 出来说 我们这个东西是要演的 应该也是要保护的 那这个错误 他有accountability 就是肯定会有被追溯的 这些信息 对吧 而且你看这个 首先是伟类在发布的 这些信息 就是说后来就是 把郭先生的 就是家人的这个相片 给放出来 其实是不符合法律程序 对吧 那这都已经都发出去了 所以未来一定会被追溯的 这些 包括这个 郭先生的这个案子 还有在破产法庭 我相信这些 未来这个律师团 他都会把这些点都列出来 当然大家不要去在这个 比如说 为什么现在的律师团 发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早先的律师团 就不发现这个问题呢 这个大家不用去指责 以前的这个律师团 因为你没有时间的推延 这些事情不会报复出来 只有随着时间 到这个点呢 自然很多的事情 就会被揭露出来 而且这个 它是一个 是对整个案子 它是有利的 非常有利的 所以为什么郭先生很有信心 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发酵 事情的发酵 它越来越多有利于 郭先生的证据也好 或者说对方的犯错也好 都会被披露出来 是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 郭先生律师是8月30号 然后他发了这个动议以后 是南区法院的 这个8月31号 第二天就做出了回应 后来9月1号呢 就是Trustee那边 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看他就是这个 郭先生律师8月30号 可以说是 他这个动议 是一时激起千层了 双方的反应都非常快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8月31号南区法院 他这个就是 法官做出的这个决定 我们知道郭先生的律师呢 是在纽约南区 就是负责刑事案 然后呢 这个8月30号 法庭做出的这个 这个回应呢 就是在9月21号 政府需要回应 就是郭先生律师的 这个发起的这个motion 而且10月5号的话 之前郭先生一方 需要做出回应 这个动作看来就是非常 这是这个 法官Touris的 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9月1号 Look那方面 也是很快呢 就对郭先生律师 发的这个动议呢 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9月1日 Look的这个法庭文件 其实大家都应该是 不觉得很奇怪 这个Trusty当然是 强烈反对 因为郭先生的律师 等于说是指出了 在过去破产案的 这个程序当中 有很多是侵权行为 而且呢 就是在程序上面呢 都是值得质疑的 所以呢 他就是说 他的反应很强烈 说这是 这是非常的 前所未有的 对这个破产法庭 就是程序的一种攻击 然后呢 他是要求呢 康州的破产法庭呢 马上就召开一个听证会 他建议在9月6日下午2点 举行一个听证会 所以 导哥 我现在有一个技术问题 因为郭先生的律师呢 他是在 纽约南区法院 负责这个刑事案 他在那边去发 Motion 但是呢 这个Trusty呢 他是在这个 康州的破产法院 他要求举行这个听证 那您觉得这两个法庭啊 是面对的不同的案子 他们之间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但他不管怎么样 他都属于司法系统 破产法庭在康州 然后 纽约南区法院是在纽约 但是他级别不一样 南区法院 他是属于District Court 一片地区性的这个法庭 他的级别是比康州法院 你比如说在康州法院 如果说要上诉的时候 他就要上诉到District Court 那就要当地区性法院 那就是会在纽约这边 那你所以也知道 而且再加上呢 南区法院过签这个案子 它是有形式 形式一定是更高优先 去处理 是的 为什么这个刑事案 它需要快速去处理 是因为它会影响了 很多其他的案子 也像民事案子 像破产案子 等等的这些案子 所以说那从级别上一定是 如果我们假设一种情况 南区法院 这个法官要求 破产法庭 破产法庭 这个必须要停 你必须停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之前我们讲到 这个SCC的这个案子 当时被叫暂停的话 也应该是南区法院 做的这个决定 所以它可以去override 对 但因为你SCC的案子 它属于民事 明白 对 这个是形式 那看来这个是很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案情 我觉得很有看头 对 很有看头 就是大家如果说全程跟踪的时候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学习 都是一个财富 所以大家过去过线 希望我们这 以法灭共 这个法 以法灭共 怎么去以法 这些都是以法灭共的一部分 大家要去经历 要去学习 要去了解 是吧 都是一个财富 我们过去不曾经历 以后 这个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我相信我们也没机会去经历 一个这么庞大的这么一个案子 是吧 是 其实我说Trustee呢 他就是表达了一种 他说不想就是在跟南区法院那边去 因为他如果去那边 就要是去交涉的话 又会产生很多的费用 他说这里面又还有很多的费用呢 所以我们下一步看怎么样的话 我们就示范一带 下面还有 郭先生的那个律师团队 又加入了两个新的律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9月1号的法庭文件 第一位呢 是一位非常资历 非常有资质的一个女律师 她的名字呢 叫做Sabrina Shoroff 其实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她是就是 应该是来自印度 因为我看到她之前是在孟买大学 念的本科 然后后来又是在哈佛大学 有念这个教育学 然后后来又在纽约大学 是念的法庭 然后从92年就开始 再是有执照了 所以她是有31年的从业的经验 而且她有10年呢 都在这个Federal纽约联邦的 就Public Defender 这Public Defender呢 是就是专门是 就是是非盈利的 是专门是帮助那些 被政府起诉的人 去给她做辩护律师 而且她是 而且是义务的 对 而且对 她就是是有很多人 如果被这个政府起诉的话 人家是用一个政府国家 和司法部的这个东西 很多人是没有这个钱的 但是这个人 就是替这些人去打官司 所以她绝对是一个 为这个草根和民众去 所以叫Public Defender 然后她有13年 都是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她也经手了 很多的大案和要案 这个人非常敏锐的一个人 可以说跟之前的 很多什么在纽约和DC的 那种白领的 corporate lawyer 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对 是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律师呢 是不是跟以前的 这个corporate的这种 lawyer有不同的风格 我们拭目以待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 郭先生那个首席律师Seed 他的律师事务所的 一个这个年轻的新秀 叫做John Kilgard 他也是呢 在9月1号呢 他也是正式加入了 郭先生的刑事的律师团队 现在看来这个郭先生 一直他的律师团队 不但是华的 而且呢 就是风格跟以前是不一样 而且还在扩大 是吧 对 尤其是这个前面 这个女的律师 我觉得她 你刚才说的很对的 她的过去的经历 的风格 跟之前的不一样 不过跟那个Seed 都不一样 Seed可以说是 过去是在体制内 对 但是像这个Seed 那是完全是体制外 对 它是草根阶层打出来的 是的 从草根阶层一路 撒出来的 对 而且这个女将 风格完全跟男的 也不一样 而且我看到她的一些 相片 真的是英姿 撒爽 就主要她的背景 是不一样 就像刚才 导哥您说的很贴切 一个是 关崖门的 还有一个是 私营 是纽约和 DC那种白领的 像她 完全是从草根 打出来的 所以她的这种 风格 肯定是 跟其他的律师 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期待强强免手 看看下面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好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关于这个基地 刚才这个郭先生的首席律师呢 他很多这个都在谈这个基地 那这个康州破产法庭的话 也有一个法庭的文件 是9月1号刚出来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件就是说呢 就是说这个基地呢 就是持有人呢 还没有就是找 就还没有把保险给办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说 因为这个保险呢 还没有办好 所以的话呢 现在呢 进入基地呢 只可以说是 就是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呢 和这个法庭的 或者是新泽西州的 或者是妈妈市的 然后其他人的话 都是安保 对 还有安保 对 所以她这个主要呢 就是说是一个 保险还没有搞定 后呢 就是说 之前讲 如果保险有搞定的话 她其实是有一个20人 说是除了那些执法 和安保人员以外的话 还可以有20个人 就是进去 但是现在因为 这个保险的事情 因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这个夏天 可能很多保险公司人都去休假 是不是 所以还没有搞定 一方面要是那个 第二个就是那个 因为基地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东西 比较复杂 那么他们去做保险 可能一样一样 对于需要时间 也会比较多 第二个价值 这一块 他们也要去评估 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个律师好像在这个 法庭里提交了 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去处理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实际上不是 咱们在基地的人员 不是说因为这个 破产法庭的文件 而被委内说 赶出来的 而是我们其实提前 已经撤离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律师 就要求在这个保险 没有做好之前 就我们的人员 先不用去进出去 等保险全部做完 以后再确定 另外一个是基地 刚才我们从这个 国县的主打刑事律师 那个C的文件 就看出来 这基地是一个证据 未来我相信 它也是一个焦点 那同时它也是一个 灭共的基地 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 一个灭共的基地 那未来我相信 不管是律师 还是说从咱们 这个工作的团体来说 我们都会要求提出来 要把基地拿回来 因为这是我们用来灭共 是 C的律师在 8月30号的法庭文件 他也有讲过 他说这个基地 不是郭先生家人的 私有的财产 而是新中国联邦的 灭共基地 还有一个是为这个 这个叫徽元 对 以后的发展 然后这个都是要在刑事案中 郭先生要出来 是就是为自己去辩护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还没有来得及去辩护呢 政府就已经选择 跟这个Trustee 去和他要匆匆 把他给卖掉 就这证据不能够给卖掉 所以 所以他们是强烈 要就是暂停 这个破产的 去然后把基地呢 作为一个证据 保留下来 而且是要允许 郭先生的律师团队 能够进入 而且在不受这个Trustee的 叫做陪同下去 而且呢 他还要求什么呢 要求这个 就是Trustee呢 不可以再跟政府 有信息往埋 然后之前呢 这个Trustee呢 向政府提供过什么信息的话 现在都要披露出来 因为那个他们之间呢 就是信息是这种互通啊 已经是干扰了郭先生 在刑事方面的 他的公正的一个就是权利 所以之前通过什么信息 现在都要被这个披露 所以我看了就刚才 就是8月30号的 那个Seed律师的 这个法庭文件 里面内容非常非常多 而且就是点出了很多 这个就是关键的 这个问题 就是在程序上面 有很多值得商学和探讨的 问题啊 对 是 好 那下面就是这个基地的 最新的竞争 然后导哥您觉得 还有 就刚才 其他基地这边 对 也不会 大家可能很多赛友 也看到这些文件 我相信大家也不用去担心说 我们这个 是不是工作 没地方工作啊 直播没地方做啊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从这个上个礼拜 到现在 或者说从315到现在 咱们宣传直播 各方面没有停 不会有任何影响 在当大爆料革命的工作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就从早期的郭县 一个手机 一艘船 或者一个在18楼 就可以掀起的爆料革命 到今天 所有的战友都很有经验 对吧 无论在任何的条件下 都可以 都可以做这个 做工作 做移工也好 或者做直播也好 做这个宣传也好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更何况 我们现在 大家都是身经百战 都是有经验 都是有这个 有这个能力去做好 也有实力去做好 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就像我们今天的直播 依然还是一样 不会是有影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 外补充就是 郭县的自己本能的 最近的一些情况 从那个郭美的盖特上面 大家也基本上能看到 就是这个 郭县的这个身体状况 健康 除了像上次 我们提到了 拔了这个三颗牙以后 现在还在恢复当中 因为如果你拔过牙 或者说牙有这个治疗过 这个牙病还比较慢 恢复比较慢 何况来一下子 拔了三颗牙 所以现在还在恢复当中 不能说完全的 这个断链还没有恢复 就计划恢复 但是还没有恢复 那现在的绝大部分的 时间时间都是在 跟这个律师 对谈这个案子的事情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是这样子一个 非常忙 繁忙的这个时间段 它不仅仅是有关 这个行事案 南区的这个行事 还有这个破产法院的 这些案子 就很多其他的案子 都是在这个时间点 那那些证据 你要看个例 还要整理 还要去思考 跟律师去讨论 本身有时候沟通的时候 不一定说 完全能沟通 还需要翻译 所以这个需要消耗 很多的时间 对 所以这一段时间 就在这个案子 主要的时间 都是在这个案子上面 其他人像 跟家庭 这个家庭收小 两个星期一次 每次一个小时 可能不一定 不止一个小时 有可能一个半小时 也有可能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精力 都是在这个案子上面 那前一段时间 给这个 很多的农场主 铁协主有打电话 就讲一些这个近况 那接下来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打电话 一个是打电话的 时间是有限 第二个就是 事物中 对对 很多的时间 还是要在这个案子上 去探讨 郭美和 七早 美两周 就能去看他们 然后给战友们 分享更多的信息 那导哥 刚才郭先生的这些情况 我们说了很多 燕平女士 你有什么最新的 这个update吗 燕平这个也没有 什么特别的情况 实际上 她跟郭先生 基本是一致的 平行的 对 基本平行的 因为他们的文件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或者说 觉得大部分文件 是一样的 所以说 她也得要跟她的律师 去过这些文件 过这些 这个案子里面 挺多的一些 之所谓的证据 等等的 那么其他的生活 这一块 也基本上没有变化 每天锻炼 我听说 每天锻炼两到三个小时 它还是强度 还是很大的 对 然后里边 听说现在 这个人也比较多 所以 在这个 学习 或者说 那个环境 也不会说 有多那个 所以 对她来说 都 每天生活 都是经济有条 所以这一块 基本上 云平这边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她也是 她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可以跟你再有去搜寻 就像家人一样 对 然后她也是每天 都关注的 外面世界发生的 这些新闻信息 也包括 关了革命的 很多的事情 都了解 包括我们做节目 对 好的 谢谢导哥 那我们再说说 就是盖特的境况 因为我看到 就是最近 就是有一个 报道 说盖特因为 拖欠 那个技术费用 大概300万美元 而且只有这一家报道 所以这个到底 是怎么回事 那我了解 应该我这个事 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盖特这边 像我看到有委内 甚至有些战友 当时一发生 这个新闻的时候 也来问我 是不是盖特要关 是不是盖特欠了 很多钱 等等的这一方面 其实本质上不是的 据我了解 就是它实际上 是一个原先的供应商 供应商有 签合同的供应商 但是这家供应商 应该是在交付了 一个每个相同的时候 延期 有可能 我记得大概是 应该是在定制 2022年6月份 本身这个项目要交付 但是没有交付 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 才交付 所以就他们 就是delay 他们的service 他们的delay了 给盖特提供了这个service 那你延迟了这么长时间 你不能说 你今年2月份 才交付的东西 你要叫我去年6月份 就开始要付钱给你 就中间的这个时间 实际上是在这个上面 去一个 一个 一个 所以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而且实际上盖特是一个受害者 对啊 因为你延期的 你对整个项目 对整个盖特的运营 你是有影响的 造成了盖特的这个项目整体延迟 甚至还增加了盖特的这个项目开支的费用 因为你这边没交付 那盖特就来想其他办法去解决 那你就要额外去付这笔费 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他们发起了这么一个诉讼 希望盖特要付这笔钱 那不合理的嘛 大家想想也不合理 你没有交付 你怎么去支付给你钱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好像盖特也有 在媒体上面也要发一些矫正的信息 把这个真实的信息反映出去 第二个我也听说盖特可能 对这家公司也会反诉他们 因为是他们造成了盖特的这个损失 或者影响 或者整体这个项目被影响到 那个增加费用 对主要是这个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盖特会 会什么关停 或者欠了多少 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去误导 委内好像很激动 想来这提那要被关停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OK 所以听起来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商业的纠纷 就是供应商没有按时交付 他们答应好 就是合同里面签好的 他们要提供的佛 然后推延这么多 然后让盖特自己 要去招 然后他还让我说 这段我没有deliver服务 但是你还要交着钱 对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 而且后来还发生了 我听说后来还发生了 在5月份还是6月份 突然间把盖特的服务给切停掉了 哇 恶意的 对 就直接切停掉了 我记得确实是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是突然间 那个数据找不到了 实际上就是跟这家公司有关系 他们就没有打招呼的情况 要直接把这个服务给切停掉了 当然盖特这边是有预案的 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合作的诚信 是吧 所以盖特可能有个反术的行为 好的 谢谢导哥的澄清 因为有很多这样 我也都很关心 因为我们知道 盖特是发生了一个平台 对 好 谢谢 那还有一个就是联盟的情况 最近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联盟这个 上次我们提到了 那个洗交所那边 这个集体起诉的 所以大家还在报名 希望大家继续去报名 继续去参与进去 去维护大家自己的这个力 第二个就是各农场 各联盟这一块都是正常的运转 正常运转 然后大家主要是在宣传 服务战友 保护战友这一块 各农场都在发挥中 团队也都非常的团结 到今天为止 就是咱们各农场非常稳定 不是像这个伟类欺民贼 希望那样我们在风崩离击 我们战友在躺平 在离开 我们各农场的能数在增加 所以都非常好 然后团队也非常稳定 那另外一个就是宣传 这一块大家 就是现在我们在灭共 也是这个关键时期 给这个尤其是中国国 现在经济崩塌 房地产倒塌 所以各农场这些宣传 联盟的这个宣传 就大力的在宣传 中共国的这个现况 这个最新的这个现况 经济崩塌啊 政治内斗啊等等 还有对西方世界的这个渗透 这些宣传是跟这个墙内的 我们有很多的中文的 这些平台的宣传 就是西方国家 现在对中国的看法 对中国梦的破灭 就要告诉这个墙内的 更多的能 包括体制内的 就我们在这些方面 要更多的这个宣传 就尽管国家现在在这个 被这个被拘禁在这个MTC 但是我们报道 国民的工作是不能停的 灭工是不能停的 是不能受影响 是吧 包括国家在里面也是一样的 这些他在里面的这些精密 这些工作 他都是灭工的一部分 都在持续的战斗 你看国家从进去 第一天到今天 他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 不会有变化 斗智是一样的 不会有减少 那我们更是一样的 咱们跟农场战友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农场联盟 这些节目也好 做的直播 写的文章也好 不会跟过去有什么变化 甚至更多更好 你看现在有这个 灭工的V电影节 是吧 还有这个今天晚上 这个我是英雄 我是英雄把人开始了 对 就所有的节目这些都不会停 都正常 而且比过去做的更好 这就是过我们过去 即发是我看 也有很多战略的 帅哥美女的这个上片都出来了 所以就整个咱们这个联盟的体系 它不会有那么多影响 这就是过去六年 持续下来的 过去给咱们大家 带着这个做事情 一环一环的 我们脚踏实地的去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变化跟影响 所以大家有什么 比如说农场占有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情况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就可以通过农场去联系 然后跟联盟沟通 跟农场联盟委员会有铁学组 一起来帮助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包括一些投资方面 是 那我们就期待 我是英雄 以音乐灭共 导哥你看 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墙内外的战友们 还有支持咱们爆料革命的 海内外的华人 有什么说说的吗 这个我们就是上次也说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看到的 可能是有人离开 或者是有人躺平 但那是极少数的 大家可能看不到的 或者感受就是 我们实际上整个农场 联盟的人数是在增加 各农场的人数是在增加 这个就是一个信息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 很稳定 有时候还会往上冲 这个就是一个信息的传递 我们再对比一下中共国的现状 习近平的现状 明不聊生 再看到这些经济体 这些企业关停 大选 然后商场的关停等等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 再看新动人物 最最重要的 我们要时刻集中 我们没有反应 所以我们对比共产党 我们实际上是太幸福 尽管我们的最黑暗的 实际我们都是最幸福的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信息呢 更何况现在你从国县这个现状 案子的现状 还有整个灭共的现状 我们都有信心 国县出来是迟早 只是时间长跟短 只是说明天还是明年 这么一个几个月的时间的区别 但灭共是不会去改变的 是吧 是就像刚才您讲的 其实没有打疫苗 还有就是说了解真相 我觉得是最大的护身符 了解中共的真相 了解中共即将被灭亡的这种真相 我觉得对海内外的中国人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说 被绑在中共奔向死亡的战车上 还不知道自己就像那些 就是被洗脑的什么小粉红 或者是还是对中共还抱有幻想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连华尔街上 高盛摩根斯坦利 包括美国的金融 包括主流媒体 都已经从噩梦中醒来 都是在全篇报道 每天都有 这样的新闻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如果要是在文权方面 就是要做的话都每天都做不完呢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 自己要不断地去做修行 然后拿结果来呈现出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更多的想学习 郭宪你看从315到现在 你能感受到他的斗志不减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精神 他的状态 他的斗志都不减 这是我们要学习 第二个就是他的认真 你看他对案子的每一个文件 从过去一样 现在也是 我们过去你说对郭宪的案子 对这些事发案子 我们也了解多少 我们就研究 认真地去研究 现在我们就研究 发现 这里边真正是要我们学的很多 是吧 我们学习这些美国 西方的这些师法 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用的 未来我们也要去经历的 不管是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体 是吧 那国家更是如此 他过去经历这么多案子 到今天这个案子 他还是一直一直地 就认真地去对待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当然最大的就是信心 就我们要跟像他一样的 不管在里边还是在外面 始终保持着对灭共的信心 对公正的信心 对司法的信心 是吧 是的 毕竟我们是在美国 这个法治社会 一个是有自由 然后有民主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将来回过头来看看 可能都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因为如果我们不参加 爆料革命 或者是我们没有经历过 这场前所未有的一个 推翻世界上最邪恶的中共 我们永远不可能是 遇到这种事情 也不可能说 就是会经历这些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经历 其实都是一种财富 也是一种祝福吧 谢谢 然后在我们结束 这个今天的节目 结束之前呢 请导哥带领我们全球的战友呢 为国先生 和国先生的家人 还有艳平女士 还有墙内外所有的战友们 尤其是在墙内 就是经历这么多苦难的中国人 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福 谢谢 谢堂 谢谢 谢谢 什么